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 有时也会失败 怕被淘汰 想去找一个明白 而我曾经多次的等待 未来你何时会来 人上人海总有你的存在 有你我的爱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 奋不顾身难舍难分 不是一般人的认真 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 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 生命中有幻想的可能 那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就此告别吧 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 开往未来的路上 没有人会再会翻 说声再见吧 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 在那大海的彼端 一定有空梦的彼岸 做最温柔的梦 充满时间青涩匆匆 在渺茫的时空 在千百万人之中 听一听心声 一路不断失去 一声将不断见证 看过再多风景眼眸 露出行程 爱就让你懂 亲爱的旅人 没有一条路 风无浪 会有孤独 会有悲伤 也会有无尽的希望 亲爱的旅人 这一场会短暂 却又漫长 而一切终将汇聚 成最终硬的清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飘泼的你 耳飘泼的你 宽冷的心 停在哪里 写信告诉我 今夜 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 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救着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 还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情 却还不清晰 一定不是我 是手握很冷静 可是泪水 就连泪水 也都不相信 听 还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被祈祷甜蜜 先封信给我 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谢谢告诉我 今夜 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 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救着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 听 还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情 却还不清晰 还不清晰 一定不是我 只想我很冷静 一定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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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我很冷静 只想我很冷静 听 哭的声音 不清晰 我 不清晰 止 δ 不清晰 离开我的手 离开我的手 是怎样的心情 对我来的心情 只剩下钢琴 被我弹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吹着我 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知道 可以讲话了吗 摆十分钟啊 好棒啊 今天是催眠台 不要讲话 新年快乐 破肌肉了 为什么不能讲话 没有不能讲话 Michael Test 衣服是Daisy 不是Daisy做的 这好像是草牌吧 这是意外 我们走过路过经过 然后就看见了Daisy 怎么办 我好像不讲话 大家比较激动 Michael Test Michael Test Michael Michael 今天是什么挑战 我记得 我记得 好像之前也有挑战过 不讲话直播 对不对 耶 谢谢怀怀称赞 好像是草牌吧 又不能打广告 很激动啊 很激动啊 他以为怎么能看啊 所以我要 我以后就要做一个企划 叫做静音直播 然后大家就会 好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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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为什么静音 反而比讲话还激动吗 没有手机会好不好 音乐有在啊 刚刚那样不就好截图吗 太温分了 又难过的 这衣服好可爱 我刚看成最近好可爱 然后原本想说 哈那之前都不可爱吗 不可以 刚好多人跟我讲拜拜 好了 我先把 我是不是要先把唇拆完 可惜了 今天前十分钟的面 很有气质 那你有在前十分钟 进来就看得到啦 对吧 从 诶我很想是从头到尾都不讲话 可是好像不行 对吧 大家会 觉得不行 诶不可爱也可以帅气啊 对吧 够帅吧 我刚刚明就带得很顺 明就 带得很帅 好 哎呃 太坏了 安静的没这么快 我会选择放弃你 是因为我在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 下一次是七月 七月数一过了 那我觉得今天 你觉得呢 七月十一就过了 三日不可以结束才过 电脑桌面变成面面了 不好吗 这样不好吗 用一步让大家 好啊 可是握手会的话 我这次尝试啦 如果让大家都进来讲话 我不会尴尬 你OK吗 那我们等一下嘛 等一下来唱 我原本想说今天的直播要走不一样的风格 我以为上次直播把嗓子喊坏了 没有哦 我昨天还会 我昨天还有正常的主持好不好 我的喉咙是很厉害的 你们太小看我了 你们太小看我了 正真太小看我了 你们等等我 我想播其他歌 哈喽 大家晚安啊 已经不一样的风格了 安静了好久 真的吗 那大家比较喜欢安静的直播吗 不一样的风格 昨天超可爱 那今天呢 已经有声音了呀 所以我不讲话 你们真的会跑去别台哦 又难过到 今天 其实今天应该是穿得帅气 但突然很气质 是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么情绪化的 对 昨天是 晚安啊 晚安啊 昨天 昨天是第一次 在游戏环节里 加了台人 今天没有其他台可以吃了 有啦 我刚刚看有其他人在直播啊 对吧 怎么样都喜欢 嘿嘿 对 今天是安静的面 近到姐姐还很担心 真的吗 很近吗 昨天 啊 因为 一开始的游戏环节 我要站的比较后面 对不对 我原本 不想要 我不想要遮到寿心 可是我发现 我在靠墙 我就要撞墙 就要撞后面的 那个工作人员 所以不可以再往后 变ASMR了 那这样大家可以比较 睡得舒适 大家如果很累 可以直接睡着 没有关系 谢谢 谢谢 还有人在follow我的每日更新啊 谢谢俊涵 虽然觉得面碗变得好正常 对 今天是正常的 这样会不会太前 没有其他台可以去啦 那你就留在这里吗 好吗 今天要变安静心 没有 就是今天的我比较情绪化 我今天是走文静路线 发现50%都是面面的蹦土 昨天吗 可是我昨天已经尽力 维持住我主持人的风范 我以为我昨天都没有风 我昨天看大家出土 我觉得还好啦 没有很不满 我还在 就是让大家开拍之前啊 然后我还偷偷的梳我的头发 我就很怕我 头发会乱掉 欢迎来到妹妹的家族 我真的经常睡着 好吧 没事 今天可以正在公民的睡 现在好像还有点不习惯 没关系 之后这个形式的直播会 越来越长出现 音乐会太大声吗 比品行还安静 这很难做到吧 好 那我待会要来 把今天的全擦一擦 还是我要 我记到后面会不会太多啊 记到后面有点太晚了 谢谢分享今天的节目 会不会太大声 我再调笑一点 昨天 但昨天看照片 刘海还是疯了 啊 真的 你说你想不得去掉这一招 快比乐节还要安静 我有放音乐啊 就吧 好分哦 不玩了 两种我又没有 我还没有回菜 晚安啊 23岁 daisy daisy 我是你又你daisy的菜牙恩 daisy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出帽梯 这样我就要每天都穿 我好想把胜利梯做成帽梯喔 我其實很喜歡穿帽梯 剛剛在抽轉盤 你們明明都說 轉盤不該去玩 對吧 你們不是說轉盤騙錢嗎 今天是療癒鞋子 其實我有準備主題 可是 我只是突然想到可以跟你們說這個而已 帽梯好呀 謝謝喔 將 大家送了好多剪刀石頭布 等我待會一次來解決你們 是說今天有發生什麼嗎 今天有發生什麼嗎 沒有 早上很難得的出門了 想拼熊吧 啊 對 很期待生日梯 你可以期待一下 嘿嘿 我這次難得有想法 也要沒關係啊 咪咪 咪咪怎麼來了 可是今天 啊 咪咪已經看過我平常的直播 那沒關係 你可以看看今天的 聖誕梯做成帽梯會買爆 啊那你說的喔 讓我手縫帽子進去 然後你要買好幾件 謝謝 謝謝少凱 昨天氣象主播很 很氣質欸 難得 出外景沒辦法啊 想不到梗 像是很疲勞 嗯 很溫柔 很溫柔就會等於很疲勞的話 要怎麼追求一個平衡啊 要怎麼樣才看起來不是很累的那種 謝謝珍珍的許恩萍 嗯 嗯 有點困擾 如果 這樣講話 會想很累的話 我不想讓大家覺得我很累 那我聽ok 說聽不懂 只知道很可愛 你說氣象預報嗎 為什麼聽不懂 今天是Rock Coco 欸 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牌子出賣了我 三天三 喔對了 我發現 我發現我今天的聲音好像有一種 剛起床的感覺 可是其實沒有剛起床 今天起床蠻久的 想怎麼講 就怎麼講 真的嗎 這麼輕鬆聊的嗎 大家 來個TTP Vestival就會嗨起來了 真的嗎 耶 我剛剛看到了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皇冠 謝謝Sakura-san 謝謝Yama-san 啊 謝謝Sky的許恩萍 嗯 那剛剛那個冠冠是 啊 玉安 謝謝玉安啊 謝謝檸檬 輕鬆 手縫會收到 抽筋 我其實不太會縫東西 可是我媽媽手很巧 但我好像 不怎麼遺傳到 我之前 學校教我們 做 那個叫什麼 突然忘記了 羊毛針 然後 我不小心把羊毛針 搓搓搓搓搓搓搓 我只是搓一隻炸蝦而已 好像斷了三根針 在那隻蝦裡面 有人下注面面 會維持這個狀態多久嗎 今天這個狀態應該會維持到 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唱完之後就會恢復 然後再結束 因為我今天 就想這樣子 直播 好 不是 是因為你的臉有點疲勞 生氣還是可愛 臉有點疲勞 真的嗎 這樣子呢 這樣看起來很疲勞嗎 我要哭了 我沒有很累 每次都這樣 每次這樣子講話 大家都覺得我很累 所以 我就會很怕 給大家 落差感 這也是今天可以跟你們聊的內容 欸不行 今天是彈心 不是 累 明明唱我元氣 長的唱我元氣 長的唱我元氣 好像還蠻好的 但不是縫到斷掉 羊毛沾是戳 用戳的 為什麼會一直盪啊 用太多家裡玩飯了嗎 沒有啊 我這邊好像 沒有很大 為什麼要在意那麼多 因為 我是有觀眾的啊 這是 這也可以提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 今天原本設定了一個主題 我剛剛想 欸 我剛剛前面 聽到了什麼說 有可以跟你們講的 剛剛 對對對 就是落差感 讓我記下來 這樣子我才不會忘記 落差感 好 今天的主題呢 我把它很文青的定義 主題叫做 成為偶像的初心 聽起來是不是範圍很大呢 就算你不累 我們還是會希望好好休息啊 今天這個果然溫柔的狀況會吸引大家溫柔的反應 大家今天的回話 大家今天的回話 我都快要哭了 我都快要哭了 Cross Spawn Spawner Spawner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牌子嗎 這是那個啦 五月天的 Stereo的副牌 Rock Coco的衣服 範圍蠻大 聲音開很大 希望不會 今天不會 報應了 除非我放的音樂太大聲 成為偶像的初心 其實說初心 也沒有多久呢 嚴格數起來 也才三年不到 對吧 主題今天沒有兩個小時啊 其實照理說只剩半個小時 沒有要過敏 過敏不是本台的那個吧 在本台不太常看到過敏啊 就是 你們還記得 是三年前 不是 等等 現在就叫我不要哭 然後加油 是發生什麼事情 需要加油嗎 要堅強 好 好我會堅強 為什麼那麼突然 好 怪獸代言 代言那牌的怪獸 誰是 你是說五月天的怪獸嗎 這是五月天的牌子耶 這不是五月天代言 這是五月天旗下的牌子啊 以前玩手搖 大家很棒喔 大家品嘗都是很 遊戲boy耶 跟其他台鼻子 好像也不少過敏 好 非常抱歉 果然我還是 太容易過敏了嗎 我是如此感性的人嗎 才沒有好不好 有嗎 為什麼加油很正常啊 聊真選 萌新需要先翻卡丁楼 不要翻卡丁楼 這是你們不知道的part 我要來公布一個秘密 告訴你一個秘密 沒有要哭 太早先 你們太早叫我不要哭了 先等一下 我沒有要哭 各位朋友們 你們會錯意了 嚴重的會錯意 我不會哭 因為我堅強 白喊喊 突然變成大學同學的秘密 就是呢 還記得我們 聽TP的前身嗎 然後三年前的徵選啊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在 第一書面書審資料的時候 書審資料裡面 除了我們的 一些自我介紹啊 然後自己寫的東西 像是說自己的特色啊 興趣優點什麼的 以外 有一個部分是加分題 對 Cowinson 今天怎麼是這個話題 就突然 突然想講這個話題 怎麼了 怎麼辦 大家會不想聽嗎 我OK 你先哭 沒事先哭吧 OK 大家 收到 徵選海報掛在 城市在哪裡工作啊 為什麼會收到 徵選海報 學校嗎 我好像已經 找不到 我的 影片了 我 我先把聲音跳下來 我一定要今天講完啊 就其實 哈囉 Jack 但是我今天有主題耶 怎麼辦 我們禮拜六再來聊生日會好不好 禮拜六的話 氣氛會比較適合聊生日會 大家有比較開心 我要找哪一個 是你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啦 就是 當初我們在投 履歷 報名表的時候 有一部分是加分題 然後那個加分題叫做 我沒有記錯的話題目好像是 如果我有魔法的話 應該是這個內容吧 大家知道嗎 我不確定 但是照理說這個影片是不該放出來的 所以我想你們應該 不會看到 謝謝 謝謝姚 今天是 嗯 報名的影片你們應該 沒有看到 然後那個時候呢 好像有聽過 好像有人跟你們說過 那你們還 有人還 有人記得我 拍什麼嗎 讓食物變好吃的魔法 欸 好需要 可是我對食物其實沒有太大的要求 能吃就好 特別好吃的會很開心 但是好像 我不會特別去找 特別特別去找好吃的東西 對吧 國中會考才會出現的題目 但是反正當時是要交這部影片 然後我記得沒有太大的限制 好像連 可能有時間限制吧 一分鐘內 其實我 不是很確定 實際的規 規範是什麼 猛心 盼半年 不要 不要道歉 不要道歉 能夠回到過去一次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點懵懵懂懂 然後有點莫名其妙 我就坐在床上錄 因為 我特別為了 徵選的時候 拍一張 全身的照片 跟半身照 然後那個時候 就很隨便 就隨便化妝 隨便擦一擦 然後就叫朋友拍照 然後 真的太醜 因為真的長得太醜 我後來找了我以前 出去拍照的照片 然後 丟上去了 最後也沒有用朋友幫我拍的 怎麼辦 對不起朋友 反正他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最後沒有用他拍的照片 對 老人只能參加老話題 才沒有好不好 這個話題你也沒聽過 我都是選之前沒有講過的東西來講 對 隨便化妝 隨便穿一穿 然後我就帥氣的站在人家外面 餐廳外面拍照 最後因為太醜了也沒有 然後那時候呢 我一直在想 究竟 有魔法 應該要做什麼 才會吸睛 就是 那時候就在想 評審老師應該希望聽到我講什麼呢 怎麼辦 怎麼樣才有特色 你知道從小寫作文啊 大家就告訴我說 欸 寫作文的題目啊 你聽到人家說什麼下雨天 然後你就不可以照著下雨天這個邏輯想 你就要思維很跳躍 然後很有創意 導致我長大到現在就 一直都很鑽牛腳尖的覺得 自己不可以照著那個主題走 就一定要有創意 當自己沒有創意的時候 我就會超著急的 吸睛聽起來好勢力好陷 不是那個精 是肉粥 是肉粥 又出現小慧的影子了 小慧在哪裡 眼睛亮亮的小麵條 給出了什麼答案呢 最後我拿著手機拍 然後我記得我印象中我是講說 如果我有魔法 我想要讓全世界的人看到我的時候 都可以揚起嘴角 欸我現在覺得 那時候說的話真的是很可愛 就真的是初心 揚起嘴角 我好像說 我希望所有的人 未來 嗯 現在 就是只要看到我 無論是什麼時候 就會很想很想笑 嗯 無論是怎麼樣的笑都好 就是開心的微笑 這個你們說過嗎 好像沒有啊 對吧 就真的有 真的有說過 一半在預料的 非常不像的回答 怎麼辦 那我沒有達成我小時候想要很跳躍性的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就是說 我希望無論如何 如何大家看到我都可以笑 那你做到了嗎 你們覺得我做到了嗎 臉長得很好笑也算嗎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能夠長得很好笑 讓大家覺得看到你就很開心 也是一種天賦吧 嗯 不一定要很活潑沒錯 但是我想讓大家都很幸福的笑 所以我才常常跟你們說 我看直播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笑 嗯 看到風圖的時候也可以笑 嗯 應該沒有 你沒有笑 怎麼辦 我當初 我記得我當初 明明是說所有人都要 我沒有 我沒有說謹慎醬油 有嗎 我就燈塔 我要直直的向燈塔 沒玩開心就要休息一下 對 覺得有欸 會不自覺的上陽嗎 嗯 我也覺得還能再更完美 只是我就想到啊 因為前幾天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一篇文章 然後我看到最後 作者寫了一句 只寫了一句 當結尾就是 夢望初心 這句話就是很常很常聽到 但是我就後來想了一下 我記得我好像曾經跟你們說過 如果 放偶像累了 看直播累了 做什麼事情 做到一個瓶頸累了的時候 就要記得 夢望初心 太過分了 陶哥 啊 因為我錄坑了嗎 為什麼 我好像 我好像聽過很多人 說這句話 就是 意外的看到我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想要了解TP 然後我還記得最近的那個人的自白是 他因為我 然後認識了TP 然後他現在神推 所以 其中一個成員 啊 我不想再說 看起來很累了 對不起 我看起來很累 要怎麼樣看起來不累 那我要這樣子嗎 對啊 我也在思考初心這件事情 這樣好像吐寶寶 我這樣好像吐寶寶 怎麼辦 我沒有很累 對啊 對啊 其實 要 對 因為我認識 但不捨他 但這不是很 這不是很正常嗎 我自己喜歡上 我喜歡的偶像 一開始也不是因為他 我姐是聽你講話 講到哭 咧咧 為什麼 我講了什麼嗎 我覺得眼皮很重 這樣就不重 因為這樣抬眼 要抬眼看有沒有 這樣子可以嗎 面面看起來 像初戀 你看 初戀就是最後沒有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我們 只是初戀 好 謝謝我要提 花開這東西不行了 我這樣子為了救眼皮 手會痠 這是你的雛形 就是 我為什麼會突然講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 前陣子呢 我跟 我跟之前說的ABC朋友 聊天 然後 初戀是拿來分手用 希望 希望我不要是大家的初戀 好 算了初戀是最美好的 在你們的記憶裡 我是美好的就好 初戀總是留最久的那一個 沒有認識面面前 只會關注TP 謝謝你這樣 犯偶像的初心 對 初心還沒有拿完 好我還是不要放音樂好了 雖然說不放音樂 可能會讓大家更想睡覺 但是我比較能專心 原來大家 大家在看直播的時候 都會把音 聲音放出來嗎 好害羞 刻苦明清 對我們會長長久久 正式生的雅恩演唱會 想在現場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在現場 但是錯過了也沒有關係 因為未來還會有很多很重要的時刻 一直想要讓所有人開心不就被限制了嗎 可是 對啊 但 有什麼辦法呢 正是我走入偶像這個行業的初心 就 其實還蠻 蠻難顧到的吧 因為 本來大家都知道所有人不可能 我記得之前 應該說很多人都知道 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很開心這件事情 但是 就是想做到啊 對吧 如果 如果能讓身邊的人開心 為什麼 為什麼不努力一下呢 雖然說 有的時候 這樣會很累 但我覺得 難免 然後 為什麼會講到初心 因為 我之前提過 ABC的故事 就是 我跟我的兩個朋友 然後最後互相走了 後相成為了對方的 夢想的職業 忘了 忘了 重新單身 什麼 那是 是 什麼 要 忘了 重新單身 看 有人可以幫我發音Pooling上講什麼嗎 難得感性 對 平常對我活裡這個提過 對 然後之前 互相 互相走了對方的道路 欸 耶 聽起來好漫畫 忘記了嗎 益森俊就有把我們畫成漫畫啊 而且他有把我跟A的故事畫成漫畫 B沒有 夢想的職業是什麼 我的夢想是成為演員 這也是跟無其會變熟的一個契機 嗯 跟這個也有關 我往吃走 這一開始 小時候我記得 因為認識A跟B的時候是國中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懵懵懂懂的時期 然後那個時候就說 你想讀什麼啊 或者你未來想做什麼啊 然後我只記得我就是一直這樣說 欸 我超喜歡演戲的喔 我要演 我要成為演員 然後我就會說 因為國中那個時候是戲劇小隊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跟B是這樣認識 所以我們逆在一起的時候 也都是在討論那個劇本 後來就越來越生活化了 那就是莫忘初心了 然後其實 因為前陣子 因為現在大學會出去住嘛 然後晚上就會暢聊 我記得我有一陣子有一點點摔跤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A聊天 現在是舞台劇演員的A 然後那個時候就跟他說 說了一些話 然後他就說 嗯 最後我朋友成為演員了 然後我是偶像 然後我跟成為演員的那個朋友 以前是coser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可以把它說成 就有點像model吧 因為很喜歡拍照 然後也喜歡 就是 就拍不一樣的情境啊什麼也好 然後從表情上面看到變化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B成為了model 但是他算是 就是外拍的模特吧 人像模特 但是明明那個時候他一開始最不樂中cosplay 可惡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戲劇性的糾葛 我們一定是被雷打到了 靈魂互穿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 他 他最近 對於演戲這件事情 覺得有一點點累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難免會吧 你無論是做什麼 做很有興趣的事情 但是 你一開始當興趣還好 當你投入這個行業變成專業的時候 難免有的時候會有點吃力 因為你會想要追求更好的境界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初心這件事情 小時候夢想是當歌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很想唱歌 然後我為什麼想要 想要 我從來沒有想過唱跳這件事情 但是我唯一有一次有想過 我想要在舞台上唱歌 很想要唱歌 然後很想要在舞台上唱歌加跳舞的原因是因為 唱歌就只能拿手持麥克風 但是唱跳可以戴耳麥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爸爸說我們家裡有沒有耳麥 他說他記得有結果死都找不到 然後後來我就留下一個怨念 就是我好想要在舞台上帶著耳麥唱歌 但是後來實現這個夢想不是耳麥 不是不是因為我在當偶像 在舞台上要耳麥唱歌這件事情 就是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園遊會 然後我們搬做女僕咖啡廳 包含偉娘的部分 偉娘是我們的活招牌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站在門口唱歌 然後因為沒有麥克風 沒有手持麥克風 我就跟老師借了小蜜蜂 然後我就用小蜜蜂唱歌 對 結果還是用手持麥克風唱跳 怎麼辦 總會有一段時間失去心 但時間會帶走一切 我覺得 就像 星星 太陽 一直都在 但是偶爾會被雲遮起來 心沒有不見 但是偶爾會看不到 好像蠻正常的 就難免啊 對吧 老師的小蜜蜂完全 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會 有小小迷惘的時候吧 對啊 我曾經穿過女僕裝 真不可思議 國中的回憶 現在也有失去心的感覺 之前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告訴我 代表你現在正在跨越一個很高的坎 你一旦跨過了 你後面就會一路通順 直到再遇到第二個坎 月亮那你呢 月亮好像也一直在啦 星星月亮太陽 對呀 外來看 星星人 海外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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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o 啊! 實現 はい 今 去 ずっと 乾 一直在努力的話 要怎麼翻成日文 國中那位逮勞比較強 你說尾娘的部分嗎 實現 每個人 都有用不一樣的方式去 跨過那個坎吧 坎很高 很好啊 如果跨過了那你就是 超倍速的 level up 人家可能跨過坎才爭十集 你一次跳到一半集 就算只是一小小 小小的一步 也是在實現夢想的路上 我剛翻錯了 我想說就算只是一小小步 但是 也會實現夢想 也會實現夢想的 也在實現夢想的路上 那應該怎麼回Pulling上 比較好 Pulling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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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V吧 我是VIP 什麼是VIP 顏色沒一點點 一秀根美 不一定擔當的起一秀根美 一秀根美也太 欸 就是要很拼命 要衝破頭的努力 要很 很努力 要真的能做到心無盼物 很用力的去衝 其實超難的吧 夢想解鎖 還在找新的 算晚安 欸 這樣的人生超順利的耶 就是 達成自己的夢想之後 再找新的夢想去突破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對吧 謝謝 茶苦拉桑 哈囉 大家晚安 這樣今天的風格比較不一樣 然後呢 剛剛 有大家講話 講到一半 有講到落差感這件事情 好 劉欣晚安 掰掰 劉欣大概也不知道我當初 當初 審核的時候丟了什麼影片 我好後悔喔 我這個影片怎麼會找不到呢 我還是很好奇 我最一開始說了什麼 因為 我記得 初期的時候 在練習的時候 我幾乎每一天 上妝之後 我都有 拍影片紀錄 我今天要做什麼 像是 我去培訓之前 我會講說 就是今天是什麼時候 然後這次的培訓是為了什麼呢 然後 我記得包括 一單審核選拔的時候 結束前跟 開始前跟 結束後 我都有拍影片 姐姐那邊可能還有 很難說 畢竟 畢竟 時間蠻久的了 哦 倒是 可能有我們 審核跳舞的時候的影片 但是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投稿 可以問問看 聽到現在 反而有點難過 嗯 嗯 大家都 嗯 嗯 就是 啊 我突然想到了 一件事情 就我前幾天 看蘇打綠 然後蘇打綠 重新組團了 然後 現在改名叫做 余丁蜜 然後我就看到上面有個留言寫說 嗯 雖然錯過了蘇打綠的第一次 但沒有想到 居然可以參加到余丁蜜的第一次 我覺得 當你喜歡上 一個人事務的時候 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很後悔 為什麼沒有一開始就發現 可是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契機 因為 即便是我 就算你現在喜歡我 我如果當初 第一個映入你眼簾的成員就是我 你也不一定會喜歡上我 這個好像 就是一種 命運 所以 真的不要 太難過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不是現在的話 我想你應該 也不一定 會 留在我這邊 然後 我們也不一定能夠有這樣的互動 最近剛好一直聽蘇打綠的歌 那一定要 好好聽一下余丁蜜啊 聽一波 是吧 能夠一直一直在一起的 對 像剛剛 剛剛那首歌 時間主語 能夠一直在一起的 也是非常非常難難可貴的回憶 做一切都是緣分啊 所以才說要佛系嘛 放偶像也佛 嗯 當初映入眼簾的也未必是成腿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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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偶像 也不是 都不是第一個 好像都不是第一個 嗯 嗯 現在遇到的 現在喜歡上的對方 跟遇到的對方就是最好的自己 在最好的時間遇到最好的你 在最好的時間遇到最好的你 突然很好奇我的偶像是誰 我的第一個第一個三次元偶像 因為我一直到國中都是二次元充滿人生的那種人 我的第一個三次元偶像是 加尼斯的黑色隆 你們聽過嗎 傑尼斯的偶像 可是我一直 我基本 從來就沒有喜歡過 真的人 嗯 不是阿拉西 但是我現在也喜歡阿拉西 阿獎林靜們 好多人都是阿獎林靜來的 我真的阿獎真的很有美麗 而且我好喜歡阿獎的聲音 有點聲孔 我一開始 最一開始是因為 那個 金田一初的時間 對吧 記得是這樣唸的 我一開始是因為金田一喜歡上山田兩界 但是我現在的神吉 我最喜歡的成員是阿獎大吉 有岡大吉 對 原來妹妹這麼崇拜你 這麼崇拜你的嗎 但是 初心 初心的位置 本來就 也很重要吧 應該喜歡郭富城跟張學友 好像也蠻喜歡的 邱元康林靜門 邱元康老師林靜門 至今不離不棄 起了 莫忘初衷阿 真的沒有忘 我是跳豚白 欸 怎麼辦 一個瞬間 各式各樣的人都出現了 很震驚嗎 我之前 欸我之前有發過有去看 他們的演唱會 他們的演唱會 但是其實 被領進門之後呢 我喜歡上了各式各樣的偶像 很多 比較大眾的 草本華奈 當然其實草本華奈 對我來說不算 不一樣 不是 不是那種 idol 因為我最一開始 看草本華奈 其實是因為戲劇 所以我一開始認識她是演戲 但 就是對我來說 我算是後面才意識到 原來她是偶像 這件事情 台空的位子啊 有什麼一個點忘記 二樓的 如果從舞台上看的話 二樓的左側 二樓的左半邊 我也是第二 二次跳三次 結果發現 AKB居然來了金曲獎 你說來 來台灣嗎 等我 不是跟她嗎 我在很早就 欸 不可以 所以 我今天不是講雞湯 這不是雞湯吧 這只是 我的故事而已 所以請不要把它當雞湯來聽 並不是為了 激勵誰而說這樣的話 對 有人 看三四五入坑的 少女妹妹看到我本人會心跳加快 真的嗎 那期待你下一次讓我見到 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你呢 還難過跳團手的 所以原來F是跳飯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比較心路歷程的事情 看早安 這個英容而已喔 我也有遇過看AKB愛上早安的人 阿姨耶阿姨耶阿 喔阿姨耶阿姨耶阿 好我懂了 一起添空洗 帶給大家歡樂是我的本意阿 我不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相對的 我的確不希望被大家定型 沒錯 之前我有看到人家說 對我的印象就是 我的直播台會很元氣 然後每次都很high 然後很開心 所以 我上大學之後 在一個人宿舍的時候 宿舍時間 禮拜一禮拜二頻率的時間 我就做了比較 不一樣的直播內容 但是呢 畢竟這有點看氣氛 看我當天的心情 念麻是氣氛破壞 就是 講這種比較 成長故事的 這是成長故事嗎 講這種比較 心靈層面的東西的時候 需要一點點 心情上的升華 然後接下來就是比較 小小的 這樣應該怎麼說呢 這不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是我一直在面對的事情 嗯 面貓其實很暖 在宿舍就大學了面貓 對 在家裡就是幼稚園 我在家裡就幼稚園 欸 劉欣甫是要去睡覺了嗎 唉 我不要再參加吃雞了 拒絕 拒絕一波 不可能有人每天都有人氣的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啊 我不是前陣子握手會 然後我不是說 我 玉安我看過了 那一個漫畫 我就蹲著 因為我這列結束了 我就蹲著 然後開始在 觀賞 以最佳神奇的位置 開始觀賞 其他人到底是怎麼握手的 因為啊 我很擔心一件事情 喔 手滑哥不用跟進度沒關係 接下來是下一個話題 下一個話題就是呢 我很害怕尷尬 很害怕落差感 很害怕讓大家覺得 嗯 怎麼跟聽聞的不一樣 這件事 從以前就是這樣 因為 我好像跟大家講過 會怕被誤會這件事 我覺得誰不怕被誤會啊 只是反應大不大吧 就是 被誤會 有點像是說 隨便舉個例子的話 我想不到什麼實際例子 就是 欸 聽說你怎樣怎樣欸 我是因為怎樣怎樣來看你的 但是如果我突然發現 欸 嗯 好像不是我 那個不是我吧 我就好尷尬喔 怎麼辦啊 那我應該 我應該 我應該說什麼好呢 我好害怕我說了 如果不是我的話 他會有失落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 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從小就很怕 讓大家有失落感 哈哈 這個呢 有點像是 一個人拖延症很嚴重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有完美主義 他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好 所以他發現 啊 好像沒有辦法做得好的時候 就選擇拖延 嗯 這真的是純粹的幹話 嗯 這是RockCoco的衣服喔 不一樣就不一樣 謝謝楊爽喔 認錯囉 為何要被別人描述的自己的限制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發現我自己是一個很沒有個性的人 單純 我很羨慕 有個性的人 好 流星我看到了 今天的直播走向就不是所有留言都會唸出來的啊 對吧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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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間回到了熟悉的感覺 不需要硬撐 突然收起來耶 練舞懷嬌 練舞懷嬌才來看我的 mini concert嗎 mini concert的時候不容易差點跌到 這件事情我不該講 不能多看一點 我也沒個性啊 是嗎 沒個性就是 不一定是所謂的什麼 沒有顯明 不是 那種個性啊 個性有點像是 硬不硬的感覺 就 比較沒有自我吧 應該可以講成比較沒有自我 就是我會很容易就 啊 是喔 好吧 就失落 我也沒個性 是嗎 但這件事我覺得這就是 已經定型了 好像改不了 沒個性也是一種個性啊 阿華阿阿華每次都會 在我這樣的時候 就是用不一樣的方式去答醒我 就我還蠻感謝這樣子的回覆的 但是啊 我沒有在否定任何事情 我並不覺得我不好啊 如果我不好的話 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 也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直播 跟大家互動 我是選擇了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現在才會在這邊 所以我並沒有否定我的存在 相對來說 有人說我很自信 我也自信也不自信 就像我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我喜歡這樣 可以有理解那中間的矛盾嗎 就像是剛剛說的 如果帶給所有人歡笑 或者是說希望可以把自己調整成 讓很多人喜歡的樣子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喜歡這樣 所以我選擇這樣 即便很累 哪天真的累了 就會轉型了 對吧 就是這樣 容易妥協也是不錯的 不會常常妥協 好吧 那我可能需要多一點藍白拖 我需要多一點藍白拖 然後 對落差感這件事情 我就一直在想 因為 就像是握手的時候 然後 如果你今天來第一次 我很熱情的回應你 然後你出去說 喔 面面真的好熱情 好開心 然後別人聽到就想說 喔 所以我要 我要很 我要去聽一下面面到底多熱情 然後進去 喔 就發現很熱情就很開心啊 下次再來 好 可是 假設他平常不follow我 沒有到很關注 然後 我今天握手會突然跟你說 喔 我有一步要做一個很安靜的part 就是 我要很安靜 然後讓你們來分享你們的內容 或者是 我跟你們說 怎麼辦 這次握手會 我想要 就是 試試看不一樣的 不然好累喔 就是 喉嚨要撒牙了 就是快要 快要中暑快要死掉了 所以呢 我想要 就是安靜 安靜一個步 然後讓大家講話 然後結果這種時候 就是 平常不太follow我 但是選擇來握我的人 是想要來看元氣的我的人 然後走進來 然後去看我這樣 然後 他就會 蛤 欸 什麼 等一下 欸 等一下 我有來握隊了嗎 對 然後呢 然後他如果就這樣被推走了 然後report就寫說 嗯 怎麼好像 跟我聽到的 那個面 好像 嗯 不太一樣 嗯 還是我被延了嗎 他 可是他不認識我 蛤 對 然後我就超級害怕 如果 假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 我該怎麼辦 呵呵呵 等等 我來錯累了嗎 對吧 不會只是你存心的方式 真的嗎 不一定嘛 有些人就是喜歡 喜歡 就像我說 直播是很開心的事情 要讓大家 進來 開心 所以也不一定要很深沉 有些人就是進來享受氣氛的啊 不要常看report 嘿嘿嘿嘿 這件事情很重要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 會覺得 應該要 喔 媽咪 我想喝蜂蜜水 呵呵 因為我沙啞了 就是 這個要看人 欸 像是 因為我有點 點 從以前 就是習慣會看report 或者是 了解大家的生活型態啊 或者是 多多關注 喜歡我的人 不喜歡我的人 或者是 有看過我的人 這樣子的狀態 因為 就像是 所謂的 逆應援吧 我覺得 大家給我支持 我也想要在 旁敲側擊 用不同的方式 告訴你 我記得你喔 我也知道你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想要 給你力量 然後 有點量身定做的那種感覺 但是 相對的 這樣子可以 吸引粉絲 可是 就大家會覺得你很認真也好 突然覺得 啊 生活好像被監控了也好 然後 覺得啊 好喔 暖心也好 但是 相對的如果你今天 分身乏數了 沒有做到 或者是 有誰 有 或者有著誰 一直很希望你去 發現 發現他最近 的事情 結果 你沒有顧到的時候 嗯 好像 會讓他傷的更重 但是 這件事情就是 一開始做的時候 就知道 未來一定會 發生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這也是一種選擇 對 又難又怕 都沒寫過report 欸對 我想求一下 楊熊的report 我記得你有幾部 講了很震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的腦袋好像有點 控制不住 好像快要遺忘了 怎麼辦 我需要有人幫我插記憶卡 重點 不能讓自己 太累 這不是我的義務啊 可是 嗯 嗯 想監視日本哪個地區 可以 我可以先講 先講 你要去幫我踩點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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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訴 那你告訴我就好 不要report 當賺到 有沒有一件事正常 嗯 應該說很多 很多道理 大家自己心裡都懂 就 就 像 是 他這樣子做很累耶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啊 然後我想說 嗯 這件事我知道 但我還是選擇這樣做 所以 但是 真的好累的時候呢 就會想要跟別人講 這怎麼辦啊 這樣真的有點累耶 然後對方就會跟你說 啊你早就知道這樣會很累啦 不是嗎 然後人呢 嗯 本來就知道這樣很累啦 可是怎麼樣 好像也是我這樣選擇的齁 所以其實 有些道理 很多道理 書上的道理也就早就講了 但是 人如果不去做這件事情 不 親身去體會 就還是沒有辦法懂 所以道理呢 聽 不一定 聽得進去 就是這種感覺 對吧 語共一生 對嘛 就是自己決定的 就是這麼一回事 書讀得多 道理我都懂 但我不一定要做得做 謝謝 冰的嗎 耶 有加冰塊 最後就是自己決定 道理都是知道 要不要做事看個人 嗯 實際又是一回事 因為影響的太多了 的確是個人選擇 所以其實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更清楚 嗯 我也覺得 像這種直播方式啊 比較 像是 我在認識我自己 然後跟大家一起認識我自己 因為面裡認為認識一個人 要花多久的時間呢 我記得我之前 我記得我之前 聽過 我記得我之前 欸 莫名的 原來很多人在直播間呢 嗯 822 823是 我記得 我記得我有聽過一句話是 36題 可以愛上一個人 就是用36題去聊 三十六題心理學家 算過的那種 問問題的方式 有辦法讓你 對一個人從 完全不認識 然後到 了解 甚至 如果痛對到了 你甚至會愛上這個人 不是時間問題 是一種 你了不了解他的問題 哈哈 很棒啊 帶Mina的 我昨天看到 看到 大家居然沒有帶 雨林的音樂 算 真是的 嗯 嗯 有一個節目叫36題 愛上 愛上你嗎 但我沒有 沒有什麼看 因為我覺得 還好 可以直一點嗎 我今天的直播應該蠻直的吧 那我就直接說囉 真的不行就告訴自己 我就是真理 本來生活就是要自己快樂一點 所以我 所以我也不想被定型啊 所以才會有這種平日直播啊 因為 嗯 不想被定型 不代表不喜歡原本的自己 大家可以理解吧 我如果不喜歡的話 我不會那樣做 而且我每次都覺得 就是 假日的直播是一件很快 快樂的事情 為什麼呢 雖然說大家都看著我在鬧而已 但是 就是一邊鬧啊 我有一種 我其實蠻喜歡全家動員這件事情 就像蠻多人 有寫過覺得我的直播很酷 因為 面媽面巴都會出來 就即便沒有給他們錢 即便沒有給他們任何的出場費 但是 就是 就有一種 全部大家一起動員的感覺 很開心 因為 這也算是我們 一種 家庭聚會 我喜歡全家動員的錢的問題 他們會說他們沒有死心怎麼辦 口袋空空 我們有辦法 我才不付 酒袋好冷 因為隨時都要告訴自己自己是愛這個人的 親子交流對家庭相處 所以我很 很 我很喜歡在家裡 直播 有人說 我在家裡直播的時候 會有一種 很 撒嬌 很像小孩子的感覺 然後我每次 就是 如果要講正經的事情 我就會說 我不要爸爸媽媽在 因為 就有點 就有點像是 在他們面前不想長大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嗎 當你知道爸爸媽媽在看你的直播 然後你講一下很正經的 你就突然覺得好尷尬喔 怎麼辦 這時候面爸就一定會睡著 然後 然後面媽就會 我女兒 我女兒真的長大了 原來是這樣子的嗎 只有你一個人獨立作業有辦法嗎 今天嗎 今天還是只說直播 我一個人在宿舍直播的時候 就是一個人單獨作業的阿 不想視落 不想視落 你說不想跟爸爸媽媽視落嗎 欸你們都懂欸 對吧 所以我每次都不喜歡 如果在家的話 我就不喜歡做那種很 心靈層面的直播 因為我都會講不出話 我不知道 不只要面媽怎麼想 但是我會害羞 因為畢竟是爸爸媽媽媽 從小被寵到大的 我是長上明珠欸 對不對 獨生女一個 長上明珠 有女兒今天被刀了嗎 因為我平常就不會這樣子跟他們講話 而且 但是我前陣子還在考慮一個問題 我想說我做人好像不知道會撒嬌 我好像跟爸爸媽媽以外都不撒嬌 而且 跟爸爸媽媽好像也沒有到誇張的撒嬌 假妹之術騙過寶貝女兒 她直接睡覺好不好 在哪裡有假妹之術 這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才喜歡這樣的秘密 對 我不想要被定型 就是這樣 想哭走到我會哭 對 不會撒嬌 我看起來像在撒嬌嗎 我才沒有 撒一下 有啊上次跟麵爸淘寶寶 啊就是對爸爸媽媽會撒嬌啊 勉勉強強 我怎麼會有這種錯覺 因為我就真的不會 謝謝豪哥突然的剪刀石頭布 不行了 這個聲音太溫柔了 要睡覺 晚安 小說掰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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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今天就是 晚安台 但是我在結束前要好好的 剪刀石頭布玩今天的份 所以謝謝大家 等我吧 我們還有生日快樂歌沒唱 對啊 其實我也覺得要維持一定的路線很難 這不是當然的嗎 對 因為 嗯 有看過多少藝人 沒有轉型的嗎 基本上好像沒有吧 如果從 今天誰生日 待會你就知道了 今天沒有人生日 很接近而已 就是 從 無論是可愛也好 或者是 小 小孩子 或者是比較年輕一點點的藝人 走到一定的 定位 高度 年齡 或者是時間以後 嗯 不得不去面對轉型這件事情 偶像也是吧 因為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畢業後 走的是不一樣的風格啊 好像都是跟著市場需求改變 其實 這就跟剛剛 的話題有點近 為什麼要因為觀眾而去改變你的 行為方式或想法呢 視力一點的確是市場需求 所以能夠完全保持 其實 初心的人 是很困難的 要在 其中找到平衡點 就是我要讓我做的事情 讓大家開心了 但是我也不會不開心 所以我也在找一個 平衡 就像今天 我很喜歡這種談話環節 但相對的這樣的談話環節 就不會讓 不一定會讓 大家都很 投入 開心 因為 就像剛剛有人會覺得這樣子 舒服 可是會很想睡覺 然後 有人因為這樣子更認識我了 可是 路人是不會因為 這樣子去 想要認識你的 你突然走到一個直播間 然後發現他在 老生常談他的心路歷程 你不一定會想要了解 因為你不認識這個人 所以 就變成 你需要去做很多 不一樣的東西 讓你這個人 吸引到 不同 用你的不同面貌 去吸引到不一樣的人 這樣子 今天禮拜一啊 今天是禮拜一啊 談話環節 那要看我今天腦袋 清不清楚 我之前 原本每個禮拜的平日都是做 講 不是 不是講有環節 這種 比較 比較談心的內容 可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我的腦袋會跟不上我想講的話 我會講一下不錯 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 情緒化的人 就是 腦袋會想很多的人 但是 想講的時候呢 就是 遇到當天 要開直播 能夠跟大家講的時候呢 通常我都已經 經過一輪輪回了 就是我已經 經過那十二道輪回 我已經 該哭的 該叫的 該講的 該討論的 我都已經想完了 然後做到直播的時候 然後我常常 嗯 我好像應該要 跟你們講 我在想什麼 但是我已經 想不到我在想什麼了 我覺得我的腦袋工作很棒耶 其實我蠻喜歡的 就是 我的情緒沒有到 來的快去的也快 但是 當 如果我這次很難過 我難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會忘記那種難過 那解決它了之後 就不會 我回去再想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因為這件事超難過的 但是我只記得我因為 那件事超難過的 但我不會 不會有那種 感同身受的難過了 所以我覺得 是好事也是壞事 對 自己已經分類過 把它丟到垃圾桶了 哈囉 哇 胖胖不見了 好可愛 這個名字 想講都沒有找到 願意聽的人啊 所以我現在在強迫大家 成為願意聽我講話的人 總會找到的啦 嗯 應該說 朋友是互相的 嗯 講心裡話可以讓對方卸下心防 然後 當你覺得這個人值得依靠 值得讓你分享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慢慢的慢慢的 對方也會 越來越能夠 接受這樣子的相處方式 聽給我聽喔 嗯 朋友是鄉的 朋友也是互相的 是鄉也是互相的 你看這裡人那麼多 好開心喔 卸下心防就能攻略那個人 這個風格是今天開始的 我好像 我有一陣子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平日都想做這樣子的風格 嗯 滿久的了吧 實際是從哪個時候 我有一點點忘記了 在學校宿舍我就這樣做 認識那麼久了 我彈心很好 難怪你沒朋友 不一定吧 這也是 一個朋友教我的 就是 朋友之間要互相 這是一個道理 但是真的遇到的時候 又是一件事情 就我現在很刻骨銘心的知道 朋友之間是互相的 對方付出了一點什麼 就是 自己也要懂得去付出 跟 回報 不一定是刻意的 但是就是 你慢慢的也會想要 為了他去做點什麼 那就是朋友 什麼 什麼沒朋友 在學校電影團結 對 我有一陣子因為太常 跑學校的電影院 那陣子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對於電影的想法 但是我通常都是從 對電影的心得去延伸出 我想跟大家說的一些事情 朋友就是一輩子的 欸很棒欸 如果能夠做到一輩子的朋友的話 對吧 今天不是雞湯 我今天 對我要深深的跟大家講 今天這不是雞湯環節 我不是要鼓勵任何人 才說這些話的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今天的主詞都是我自己吧 我只是在跟大家說 我的故事 所以今天不是雞湯 對 今天不是雞湯麵 今天是下水湯 沒有濕掉啊明明 對吧 我覺得跟面面是很好的朋友 今天是雞湯 對耶 你突然讓我想到了 好謝謝骷髏 你等我一下吧 我就想講完嘛 不要逼我啊 我就想加班 謝謝你提醒我 謝謝 再等我一下 今天是 我突然想到 有一種電影拍攝手法也是自白 我很喜歡 那種感覺 雖然有點像在監獄裡面 呵呵 就是你在自己架 跟Vlog又不一樣 就是講自己的獨白 我記得那個 所以我就推他了 在監獄那一段的獨白 也是這樣子拍的 才不是尬聊 嗯 關於總是從我這邊得到能量這件事情 我也有想說的 就是 我也想從大家那裡收到能量 嗯 這真的是一個 強迫大家付出的一句話呢 好哥 沒有早知道 剛剛就有講過 沒有早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話 你一開始點進來 也不一定會喜歡今天的話題 我真的很會動耶 真的很會轉那個 題目 我也希望可以給你一點能量 還不累就加班啊 我要猜拳啦 還加班 我要猜拳 我要什麼能量 什麼能量的好 之前有人問過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突然這麼從 打從心裡的 說了一個問題 他就說 其實他發現看我直播 或者是認識我這麼久 然後 不知道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的東西超多 我是一個超有物慾的人 但是我好像也不怎麼說 我喜歡什麼東西 真的沒差可以放到下次才啦 那我會不會勝率很低啊 算了 我們本來就不在意這種 身外之物 勝率很低也沒有關係 哈囉 那我要 那我要 召喚一下外面的面嗎 我們要唱生日快樂歌 一直在輸出也要輸入 對 希望大家可以多給我一點能量 也不一定是文字上面的能量 因為 就是我覺得文字有溫度 但是也不一定是那種方式吧 用不同的自己的方式去 就像我也是用不同的方式給大家的能量 好啦 嗨 嗨 要猜完 我要拿我的小提琴 小提琴 小提琴來了 好的 那太晚進來了 大家 今天 今天的直播時間應該是結束 最後跟大家介紹我的Jazz Code YUNI DESI DESI DESU 今天是YUNI DESI 麵包寫沒有 麵包沒寫 麵包應該是沒有寫 麵包熱身很久 一直在思考遠距離的粉絲要怎麼支持我嗎 那就是大家自己 大家 啊 楊熊還在轉啊 你轉太久了吧 沒有啦 JUNI DESI DESU 對 他熱身了90分鐘了 他終於要來了 你真的很 你在嗨什麼啊 你現在是 轉身 什麼轉身之後 蛤 你在說什麼 什麼先嗶嗶 看有人說先嗶嗶 好的 謝謝POOS給了石頭 欸我今天 大家怎麼突然很Daisy 大家很捧場欸 變媽暖車了 我想問一下獸星本人在不在 獸星本人 獸星本人 所以要給我能量獸星本 我先問一下Key啊 彈一片我看看 有沒有能穿 忘記了 怎麼還要忘記呢 阿 阿 錯了 喔 我指甲流長了 沒有辦法按弦欸 來 你抓得到音嗎 可是我食指太長了 怎麼辦 我這樣沒辦法按F欸 那個 這樣可以嗎 我用一個很奇怪的方式在彈 小提琴 我指甲流太長了 音量刷小聲 他這樣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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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字 那個字 可以嗎 那還有什麼版本呢 你要英文版喔 請唱 可是他很適合台語版 沒錯 那要說三遍都台語嗎 我們的音是什麼 嗯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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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啦 每個女兒 提過 你就是月娘 生日快樂 耶!這樣好像好多了 真的嗎?我覺得媽媽剛剛那個TEMPO很棒耶 剛剛那個生日快樂的TEMPO 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很喜歡 麵麻雞腿 耶! 你是第一次 你是我第一次用這種頻率 唱生日快樂歌的人 哈哈哈哈 生日快樂平常都很嗨的 但我今天是充滿了 充滿了誠意 明天可以來個俄文版嗎? 我只會一個好分 好像沒有辦法 俄文版 你看我別的版本的生日快樂歌嗎? 歓重要 歓尼祝課 歓尾 歓尼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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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歓尼祝 歓尼祝課 等一下 西班牙的生日快兒要怎麼講 應該是做得到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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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 泰文 你一定是要的啊 我們這裡是教泰文的耶 對不對 我是認真的 我真的會泰文耶 跟大家一起學的 能順順三時後下 節 倍 有耶 我找到了耶 局長 那個 不可以 這不是我能說的話 其實 我突然又想到一件 我真是畫夾子開了 就很想講話 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祝你生日快樂 快樂 生日快樂呢 台文叫做 數三萬個 數 數三萬個 數三萬個 要有一種投音 數三萬個 生日快樂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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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是不是 要講什麼 我翻一下上面的留言 我就會知道我要講什麼 收拔語 喔喔喔喔喔 對 我剛剛說那不是我能講的對不對 就是大家 我一直非常羨慕直言直語 直言直語的人 因為 我 不太會 就是 我有時候在講一些 就是在講這些話的時候啊 就會不知道要怎麼去包裝 所以我就會覺得 不如就直接招了吧 就是失落就失落了 就是發生什麼事我就直接講 因為 我沒有辦法去包裝 我想講的話 包裝得很好 就是 會 怕有 破綻 但是呢 畢竟是偶像這個位置 所以有些話還是不可以隨便亂講 這件事情 我也要懂得拿捏 我好像很容易亂講話 一瞬間中斷 就是剛剛我有說 有些 那個有一個 你在幹什麼 你對我的小提琴幹什麼 你想 你想 你想不要調音嗎 你 你的手現在是蠢蠢欲動 大家想看什麼 我似乎要彈出 十面埋伏 我們講話都會 蛤 十面埋伏 不適合今天的風格 這是禮貌 對啊 我有在想 那我不帶腦袋講話的時候 是滿沒禮貌 好了 那我決定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先 把排名唸完 啊 先猜完全 把排名唸完 再來打給五七會 就這麼簡單 熱身那麼久 不用過度包裝 需要完整 對 就我很 我很明白 就是 有人會用 直 來解釋自己的 沒禮貌 我知道那個 勉強知道那個差別 對太子不好 多幾秒鐘思考就好 真的嗎 欸 你覺得我多幾秒鐘思考 講話會比較好嗎 真的嗎 先轉一圈 先轉一圈 媽我想睡覺 她我轉一圈 早上說 媽 您覺得 現在是不是適合露眠的時間呢 還沒有 我沒有很想睡覺 不然我不會 這麼 我不會 現在 這麼開心的 在講這件事 習慣完轉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要 一邊直 再彎 然後 就會彎掉 多少 給 給我幾秒鐘嗎 我 好了 那接下來是 猜拳時間 但是 今天的猜拳 我先問 啊 我沒有想到 今天要用什麼方式去猜拳 怎麼辦 因為 對 這好像就不用說了 對不對 不用說了 要說 就我覺得 我不想要讓大家覺得 丟 剪刀石頭布 像在 你 你比了7 是不是霸彎拳 再轉兩下 再 再轉 再轉 就是 我想要很努力的回應大家的剪刀石頭布 那還要再轉嗎 再 我還要再轉 嗯 然後 真的是 我 再轉 我還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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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想到 不一樣形式的方式回應大家 剪刀石頭布 對 按一按就好 可是 我不想讓大家覺得 有落差 又來 對啊 你今天是7 不是 不是 不是按掉就好 怎麼可以是 怎麼可以是按掉就好呢 可是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丟 剪刀石頭布給麵媽 然後他如果只是按掉就好 我有點失落 我 那你來按掉就好 給一個微笑的足夠 我還有19天 no 不是19天 來 兩個月是多少 音樂大 今天是7月 是不是 7月8月9月 所以有兩個 62 62再加上30 我有90 3天 3 6 6 9 1 18 39 結束 今天的麵也很有活力 幫我披一個黑人問號 黑人問號有沒有音樂 有黑人採觀好像沒有黑人問號 黑人問號的音效 黑人問號的音效 黑人問號 好像沒有黑人問號的音效 黑人問號的音效 剛剛那個是音效嗎 他說今天的麵也很有活力 對 米優 米優是幾點進來的 又回到最初的幾點 七點 待待地站在 好了哭了 不要再心急這件事了 這件事情我們今天是解決不了的 好不好 我們 加班這件事呢 就留到我未來再來的困擾 黑人問好沒聲音 這聲音不是跟平常的反應一樣 是麵媽的笑聲 不要 好悶喔 那美優今天走的不是活力的風格 所以今天不可以用活力來稱讚 我們需要所謂的客製化 今日不太適合用那個活力 好啦 蛤 真的嗎 我不猜一拳嗎 我要猜一拳吧 我要猜一拳 今天有很多錢 很多錢 有很多錢 也謝謝爸爸昨天來參加生日會 當時關於生日會我們應該禮拜六再來聊 禮拜六的氣氛比較適合生日會 因為生日會是非常開心的 今天不活力吧 今天是活著 今天是活著 真謝謝你喔 太可愛了吧 這個 說法 我今天也很努力的在播 別人的翻唱 欸 好 180 我們今天唱到18名 回復式的唱 好啊 唱到18名 你們等我 我想要 蘿莉 有很多拳 拳拳很多啊 還是快速來啊 好啊 你要天使喔 那我放天使 但不是 不是那個上次的版本 好囉 那我要回復 我把聊天群 開始囉 我要來猜拳了 二女 平手 好這樣 勝利 PUSH 剛剛好三個 叉叉 勝利 你就是我的天使 給我快樂的天使 給我快樂的天使 贏了 傅瑋哥會贏了 阿黑贏了 鬆死 平手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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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三嗎 贏了 平手 下一個就會是勝利對吧 一 對 好 贏了 好歌 贏了 要贏 贏了 2比2 2比2 3比2贏了 耶 好棒哦 贏了四場 贏了好歌四場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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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也瘦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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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欸我贏DJ1欸 呃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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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 呃平手 欸太過分了吧 它是我們開客廳的 欸怎麼辦啊 全都是平手欸 為什麼今天的平手率 恩 貼錢 不是那個平手 今天平手率比 輸的率 機率多很多 好輸了就輸了 居然不是給我贏 居然是給我輸 傻眼 平手 謝謝 欸我已經搖了耶 我看不到是誰送的新子冠 剪刀石頭 剪刀石頭布 傅伟哥 平手 阿KIDA 平手 SKY 輸了 育安 輸了 小褲子 輸了 育安 平手 嘿 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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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有十場沒有喊到育安了吧 欸真的沒有 嗯 猜到懷人生 嗯 嗯 不 欸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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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偉哥 欸富偉哥 富偉哥開始首部跪拜 預備 呃 首部跪拜要來囉 這接下來就是富偉哥喔 好囉 預備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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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 算 算 算 欸 算好我知道你開始跪了 又輸了 跪得不夠誠懇喔 嘿 又輸了 欸又平手 阿蠢蠢 平手 佳翰 輸了 每個字 輸了 欸 欸 算了 天啊 謝謝佳翰又送了檢查首部 每個字 我 已經連 欸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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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今天的勝率這麼低啊 弄得平手跟副啊 我應該把握禮拜六 喔 勝了 好 太開心了 果然 人是需要 人是 人是要相信奇蹟了對吧 奇蹟 奇蹟加油 一生俊欸 我沒有跟一生俊俊俠要招呼 謝謝師傅 平手 欲阿 贏欲阿的阿蠢 一手 算 大家可以幫我看一下我現在的勝率有沒有 有點低 像孩子依賴著肩膀 像眼淚依賴著臉龐 你就像天使一樣 給我依賴 給我力量 像是 你愛著月亮 像是 你愛著 你愛 我按到了 你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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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最初 和最後的天堂 你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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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起來也要給 讓你們說的 嗨起來 嗨起來才會贏 目前32.5 可惡 學員末世入獲遊戲王 快放賭神了 今天適合賭神嗎 賭神放下去 是不是應該來個戰鬥天使 我希望大家都是我的天使 然後最好都可以讓我一直贏 希望大家都可以輸給我 浪漫輸給我 請大家浪漫輸給我可以嗎 先跪囉 居然已經跪了 從昨天就開始跪了 大家 那我知道今天專屬天使太低了 如果有女生犯唱的版本可以推薦給我 把我離了的天使 甚至我學會了飛翔 一刀咕咕咕咕 飛過人前面的歌曲 拜拜 布林桑 殘酷天使 天使學會得怎麼樣 只要有你就會是天堂 像孩子依賴著肩膀 像眼淚依賴著臉龐 你就像天使一樣 給我依賴給我力量 像世人依賴著月亮 像海豚依賴海洋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後的天啊 忘記拉長影了 希望天使們可以保佑我待會的猜拳抖影 今天比較適合 一個需要心靈支柱的狀況 你就是我的天使 保護著我的天性 從此我再沒有留下 你就是我的天使 給我快樂的天使 甚至我學會了飛翔 飞过人间的无常 才懂爱才是宝藏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 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像眼泪依赖着脸庞 你就像天使一样 给我依赖给我力量 像世人依赖着月亮 像眼泪依赖环游 你是天使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谢谢大家 才懂爱才是宝藏 谢谢大家给我宝藏 是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像眼泪依赖着脸庞 你就像天使一样 给我依赖 给我力量 像世人依赖着月亮 像海豚依赖环游 你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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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对 这就是唱了这么久还是不熟这首歌的面面 好 应该可以了吧 天使不嗨吗 天使嗨啊 对吧 这可以的 我要继续 广告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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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次剩三秒 好 填满我的冰分 好 接下来猜了 我要把剩下猜完 好 接下来猜了 好 接下来猜了 好 接下来猜了 我要把剩下猜完 好 接下来猜完 联盛哦 联盛散场就说了 我怎么说可以厉害到联盛 我真的好像有联盛有个喘 我喜欢你 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就告诉你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 你就是空气 随时需要你 为你会珍惜 oh juu 我要对你 深深深呼吸 看我的表情 就应该知道 我现在猜到什么瓶颈了吧 就是空气 随时需要你 为你会珍惜 我最近一直 没有一部文哥 没有你 我要怎么活下去 可恶 要嗨哦要嗨 嗨起来 嗨起来 耶赢了 哎呀 不行 哎 哎 有哦颜色凉场 预安预安吧就输给我吧 请大家输给我 请大家跪倒 哎赢了一场 请大家跪倒在我的石榴青石 我今天没有穿十六裙 待会可以吃十六 快乐相信你决定 我的决定就是要和你一起 我当你空气 最后一圈 平手 好吧 好像也没有很糟糕啦 今天的 今天的胜利 来算一下 我们为什么 就是学校已经用不到数学了 都已经暑假了还要帅 0.3586 好哥我昨天也有冲到四層了 啊 音量太大吓到隔壁 过来 我猜完了 三十三十六点七五吗 不 也根本输给我吧 来 全部输给我 输给我吗 应该是输给我吧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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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平手 好耶 35蛮合理的 我昨天 昨天也有 有三十九点五八 对吧 好像是 三十九点五百 好像是 下一次继续冲 对我下一摊继续冲 平均值OK的 没事啊 我们下次嗨起来 它一定爆充啊 它一定直接爆到四十 相信我 绝对没有这么胜 没有这么会猜 好啦 最高到三十九点五 对 那是昨天 今天能在攀上第一吗 可是我今天走的 不是那种风格的直播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 应该是要念今天的吧 因为 刚刚说 今天多了一百八 现在应该不止一百八了吧 你算一下现在有多少 今天 上一次 其实上一次三百多 我应该要三十名 是不是 今天零到十八 叉拳也有爆集吗 嗯 好像没有呢 啊 我想到 等一下 我要放一首歌给 很适合今天 就是 刚刚很多人说 很后悔 太晚来了 然后我上 上个礼拜也有播到 我最近很喜欢这种 曲风的歌 这首是 智杉杉来迟的你 我最近很喜欢那个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然后智杉杉来迟的你 跟迷亡美 都是我以前 都是我以前 不听的 不怎么听的风格 还有那个 什么 世界上的第二个 我吗 世界上的第二个 我看一下 世界上的另一个 我 喜欢 扣死神开思吗 给我来一罐 给我来一罐 水蜜桃气泡水 对 我不建议大家 这次先擦肩而过 而我某天我们 总会 对方然后说 原来爱是你哟 啊 增播也我也喜欢 好 谢谢 珍珍 好了 今天的 念榜时间 我要开始念榜了 怎么办 虽然说不介意擦身的过 但是等很久 真的等很久 大家太晚来了 虽然我是不会怪你们的 我现在在做 跟我 我在说跟我做的事情 相反的是 今天的第十八名 是我们的齐悦 谢谢 谢谢 今天的第十七名呢 是我们的 摇 呼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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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十四名呢 是 豪哥 谢谢 辛苦了 昨天的生日会很开心 今天的第十三名呢 是我们的 DJ1 耶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大家努力的输给我 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 夜空sky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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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Mati 然後後面還有666 今天的第八名 藤野莎紫蘭さんです ありがとう 一直都感謝しまーす 今天的第七名 阿華醬 Why ありがとう阿華醬 好き好き好き 今天的第六名 是我們的Sawcene Magazine Yay 但就表妹 生日快樂 好我接下來要播另外一首 世界上的另一個我 我很喜歡超喜歡這首歌 我記得我之前原本 好像很想cover這首歌吧 但還有點難唱 今天的第五名 愛吃球內麵的Sawcene 謝謝Sawcene 今天的第四名是 插插 Yay 謝謝插插 今天的第三名 就是 上一次 上一次一直很努力輸給我 看來今天不夠 看來是我運氣不夠 還是你運氣不夠呢 你今天 沒有好好的 起球輸給我 這件事 好 沒關係 我上一次 下一次我手氣一定會回來 今天還有第三名是我們到 富瑋哥 謝謝 今天的第二名 我發現今天就是只有你把我的頭 你的頭像是 為什麼主持人會不會拍到這樣奇怪的一個畫面呢 好的沒有關係 還是手上的麥克風有展現出我的專業度吧 今天的第二名是我們到 裕安 謝謝裕安 然後我發現第一名很可愛 第一名的名字裡已經增加了 鬼 她已經這樣了 她已經虔誠到 沒有我覺得 裕安那張頭像很可愛 而且 我覺得這次 神經會的照片我都好喜歡 我應該有 我 對 主持人 所以我今天就 偷偷的把我 昨天 努力的側拍 就是 姐姐告訴我們說 給我們十分鐘可以 大家拍照 然後大家在 約大家簽名拍照 然後日子旁邊一直拍 排 Charlott 然後到後台的時候 也還在拍還在排 我是非常努力地 達成我的第二個目標 為大家謀福利的部分 當時呢 好吧 今天的第一名 真的很虔誠呢 太棒了 謝謝你有跪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這個第一名是我們的楊熊 好嗨 謝謝 我差點忘記不記得 風箏都不耳依實話 治癒的方法 啦啦啦啦 我親愛的你呀 看你貴的 對 你的貴的廁所還不夠多怎麼辦 你對我還是有40%的勝率 太厲害了 一定是因為我手氣好 死定了 我太太好像睡著了 太太有可能睡著了 他上面給我訊息明明是6分鐘前啊 不至於吧 他不會去洗澡吧 好奇怪 我好像沒有辦法救你喔 要拜拜 想會上線 想會上線 不然我就要盪你囉 你剛才跟他要葬你幫他帶錢 不行啊 那種Live登錄是要手機認證的 你的眼睛 你真是 好吧那我就不盪你了 下一首是琴琴 好的 啊 對不起 我真的吵醒他了 可惡 我應該早點打給你 你明明6分鐘前還會 你不是6分鐘前還傳東西給我嗎 對不起 沒關係 我還沒讓你睡滿10分鐘耶 你就醒了 對不起 沒關係 我下一次會為了你早上起床 我快要揍死了對不對 7月8號 我有記下來 我記下來他早上直播的場 啊 播到下午 對啊 你你播到幾點啊 我最後壓線好嗎 7月8號跟7月12號 沒有傻 在今天睡著 我也很擔心耶 他超常睡過頭 對吧 之前 又要把他等你 只要穩吧 boy 你 穩在 我 DOWN 7月8號是10點到12 太瘴性 我也擔心 我不才會 放 odor 你會在目的地剛好驚喜 我上一次沒有下車是跟你嗎 好像不是跟你 好像不是跟你 沒有 10點是他要直播 不是5要直播 他怎麼可能還在睡 你出石頭 同時甜蜜語心碎 是你的幽默還是溫柔 是瞬間點或還是不敢寂寞 一次你的寂寞 我喜歡我喜歡 剪刀顿布 贏了啦 蕭蕭你好棒啊 蕭蕭手氣也太好了 我贏無機會啦 贏一三句 贏一張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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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好張 我的勝利回來了 我連四場 你好棒 就是在幹嘛 因為沙沙只能出布 所以你出的是石頭 就要讓沙沙來踩 合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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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播上線啦 今天一集都在後面 瞎瞎身體五條線 看起來相當尷尬 我要欲 欲安 我要平手可惡 運氣沒了啦 討厭 好啦 那今天 晚安啦 晚安啦 沒有啊 全部 本來就是 拜託在石頭裙下 想喝就輸個下下 請 用力輸給我吧 喜歡你的微笑 和调皮的嘴角 小小晚安 在捷運上睡著也要 乖乖回到家 不要搞過半生 今天應該要記得穿外套吧 你再像上次那樣睡 真的再像上次那樣穿 在捷運上的話我會打你 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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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下次還會想到 我要講什麼 就是 如果我突然想要講什麼的話 我會在 平日在告訴大家的 不要做做通 掰掰 謝謝你們今天 聽完 我突然想要跟你們說的話 很突然 星期六再這樣會跪久一點 沒有問題的 講都講 晚安一波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不受控了 晚安 大家好好睡 今天應該很適合睡覺吧 晚安 我明明都這樣講話 Goodbye 3 2 1